今天咱们聊石油和石油股的投资规律和投资策略 石油相关产品不仅是在经济衰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交易品种 而且呢在历史上有比较多的规律可以寻找并且验证 然而呢在主流媒体里面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关于石油相关标的一些分析 我觉得很多主流的分析啊不是那么靠谱的 所以今天咱们先从哪些分析我认为不太靠谱这个话题说起 第一个我们需要在心里面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一个分析方法呢 就是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决定石油价格的走势 这种说法有很多啊从长期来看呢 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石油是在地壳中形成的上一年的时间 那么它的在地壳中的数量是有限的 但是人的需求是无限的 所以呢从长期来看石油的价格是会一直往上走的 近几年这种说法已经不怎么常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至少在三到五年里面 它对这个交易啊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但是其他相关的说法又出来了 比方说这个美国的燕燕油啊 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当油价比较低的时候呢 他们受到了打击 同时呢相关的美国政府又不鼓励这些燕燕油的生产 所以呢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积极性去重新开发这个油井了 它的油井现在变得是非常 数量是有限的 还有呢 就是疫情出现以后 大量的这个油井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关闭 后来也没有人有积极性去重新开发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呃 因为现在都要转成新能源 所以呢 传统的石油公司现在基本上已经停止了新的资本投入啊 那么这样导致了整体全世界的这个石油的供应力供应量呢 也是处于停滞的这个状态 呃 还别说有这个新闻里面这个说的啊 关于俄乌战争 俄罗斯受到制裁以后 它的这个石油出口下降 导致了整体全球的石油供应减少 等等 就是关于供给方面的这个限制啊 有很多种说法 被证明是无法预测石油短期甚至中期的走势的 从需求端呢 啊 有一种有一些说法 比如说中国的重新开放呢 现在事实证明 中国重新开放以后石油价格现在是暴跌的 还有呢 比方说冬天来临啊 啊 今年是一个严酷的寒冬啊 啊 等等 事实证明供给和需求 不论从短期或者是长期来看 都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driver 其实要理解好这个关系也不难 我们只要看一下真实的供给和需求的数据就可以 这是欧佩克提供的数据 欧佩克每个季度都会提供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呢 就有全球的石油需求和石油产量的数据 首先说明的这里面的单位呢 是每天百万桶 那么比如说这个99.58就是每天9900万桶 我们看到2022年到2023年以及2023年的每个季度 全世界的石油的需求 大体是在一亿桶左右 相差大概也就是在1%到2%左右 再看2019年到2023年 全世界的石油需求也就是在一亿桶左右 变化不是特别大 石油供给主要分为欧派克的石油供给和非欧派克的石油供给两部分 那这个报告呢 非常有意思 它是集中在非欧派克的石油供给数量上面 我们看到 它这个非欧派克的石油供给呢 大体是在7100万桶到7300万桶之间 也就是非欧派克的供给呢 占到整个需求的70%以上 剩下的30%的需求由谁来弥补呢 自然是欧派克了 欧派克把自己的产量呢 放到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位置 但是我们看也基本上是在三十三千万桶左右 那么欧派克加非欧派克的产量合起来呢 也就是在一亿桶左右 那么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 在历年的这个比较呢 都是在正负的9万桶到50万桶之间啊 最多是在这个年有一个两百多万桶的一个差 这个数据说明了两个事 一个事呢 就是欧派克他本身的策略呢 是希望通过自己这个三十万 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产能 来调节整个剩下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这个价格 那么他这个调节能力有多高呢 他比方说我们最近的一次欧派克的减产是在一百多万桶 这一百多万桶如果从真的是从这个市面上消失掉以后 那非欧派克的那百分之七十的产量增加一百万桶 应该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 也就是欧派克从长期来看 他自己能够调节的力度是非常有限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供给和需求出现了一些偏差 比方说一百万桶或者两百万桶的这个偏差 对于每天一亿桶左右的供给和需求这样的能量来讲的话 无论是欧派克或者是非欧派克或者是这个需求方某个国家的一些增减 很容易把这个这个差呢 调节回来形成一个所谓的balance 也就是说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差 能够对石油价格产生的影响 应该是一个非常短期的短暂的现象 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个数据 那就是全球的游景的数量 如果从2020年这个疫情之后到2022年的年底 我们通常说的在疫情之间 这个游景的数量是没有变化 甚至是减少的 但实际情况呢 全球的游景的数量从1400多到了增长到了1800多口 增长了将近30% 所以说如果我们再从新闻上看到有关供给和需求的一些变化 比方说又战争了 比方说欧派克又减产了等等 可以短期的炒作啊 这是整个市场炒作的一种momentum 但是如果利用这个供给和需求这种思维方式去做一个几个月的啊 一个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布局的话 是应该避免的第二个需要澄清的关于油价的分析方法呢 就是经济衰退来临以后呢 油价就会下跌啊 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 但是呢 这个说法并不完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黄色线呢 是联邦基准利率 通常我们都说 现在呃 这个停止加息以后 当真正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衰退来临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08年这次啊 当降息的时候呢 这个石油价格是上涨的 19年这次也一样啊 当第一次降息的时候呢 石油价格是一个波动状态 并没有开始下跌 什么时候真正的开始下跌呢 是在第二次 我们看到两次的降息呢 都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的 其中呢 在降息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是有一小段时间的是个停止降息 啊 这也有一段时间是停止降息的 然后才开始大幅降息 第二次的这个降息呢 实际上是由于恐慌带来的 是美联储的一个救世措施 那么真正油价是下跌呢 是在第二阶段降息的时候 开始大幅的下跌的啊 18年19年这次也是啊 这个也是在第二阶段 才开始大幅下跌 也就是说 只有当经济衰退跟恐慌啊 同时来临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深度的经济衰退的时候 油价才会下跌 而一般就是市场在普遍预期中的 这个经济衰退呢 不一定会造成石油价格的大幅的 或者长期的下跌 那么这样的分析呢 其实像也点出了 我对石油呃 期货价格的一个driver的理解 其实它石油期货价格呢 它的主要driver 就是短期的情绪推动 那它是一个非常投机性 非常强的一个产品 波动相对比较大 但是呢 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宗商品 对于全球呃 很多工业品都需要的一个原材料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要看它的这个平均价格 嗯 我们看就是在这个经济恐慌衰退来临的时候呢 它下跌幅度非常大 也非常快 但同时呢 它也会很快的反弹起来 那么这个反弹实际上就是因为整个全球的实际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产生大的变化啊 所造成了这个价格的啊 左右摇摆最终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 那么在疫情期间的这个石油大幅度的下跌呢 也是很快的反弹起来 于是对于石油和石油股的投资就至少有三个逻辑 我可以总结一下 第一个投资逻辑呢 就是石油期货本身的这个价格呢 它是有一定的区间的 并且呢 是按照一定的台阶分布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72年之前啊 这个价格一直是在呃三块四块美元以下的 但是后面呢 这个阶段呢 是两次的石油危机 之后呢 石油价格上了一个台阶 但基本上呢 在2000年之前 是在10块 到30块左右啊 美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内波动 那么2000年之后 因为中国加入WTO啊 可能也包括呃 整个这个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蓬勃发展 投机炒作的这个力度加大 那么产生了一波向上的行情 目前呢 这个石油的期货价格一般是交易在最高在140 我们这次呢 是120多啊 最低大概就是在呃30美元左右啊 当然20就是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呢 最低曾经跌破到呃 零以下那都是很短暂的 甚至都没有反映到这个长期的这个价格里面来 所以呢呃 石油它是一定有一个物理的边界的啊 比方说跌到零以下 那么你肯定不可能全世界一直用免费的石油 对吧 所以呢 最低的点呢 目前来看 如果石油跌到40美元以下 大胆的做多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从上面来看的话 石油如果超过120到140啊 这个阶段应该不会长期的存在 因为很明显如果这个石油价格过高的话 那么大家都不去开车了啊 这个弹性还是比较大的 或者说呃 这个政治会发生变化 因为你那么高的石油价格 大家接受不了 大家就会去反对 这是个呃 人能够决定的一个价格 并他肯定不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一个那么啊 刚性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 这个区间是交易石油期货的一个呃 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就是石油期货价格跟呃 联邦基准利率以及美元指数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白色线呢是美元指数 黄色线是联邦基准利率 呃 通常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原来也说过 这个呃 美元指数跟石油价格之间的呃 呈现一个相反啊 反向的关系 但是这个关系呢 是也是在2000年之后形成的 之前的话并不能并不是那么严格 呃 但是在疫情之后呢 这个关系又被打破了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呃 造成了呃 美元指数在涨 然后石油价格也在涨 那么当美元指数见顶的时候呢 石油价格也见顶啊 往下走 那目前来看的话 呃 这个疫情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 呃 如果按照这个区间呃 交易来看的话 在疫情之前呢 石油价格是交易在75到呃 43美元之间 那么目前的这个石油价格呢 是在74美元左右 那如果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的话啊 起码他应该跌到大概60美元左右啊 然后再进行震荡 然后再进行震荡的 在那个时候以后呢 他跟美元之间这个关系可能又恢复到反向关系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来啊 这是一种猜想啊 这种猜想基于什么呢 基于这个依据就是 目前的这个石油价格仍然算是比较高的啊 我们看在呃2011年到2014年之间这个石油价格相对比较在高位震荡是在呃97到122美元之间震荡 那这时候这段时间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呃 美联储降息降到非常低的程度 就是一个呃负利率的状态 那么目前呃美联储虽然加息接近尾声 但是利率仍然保持历史高位 这种情况下呃石油价格仍然在70美元以上的话呃 应该呃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 他应该还不会不应该这么坚挺啊 还应该继续往下走 但是还没有到大幅下跌的这个程度啊 近期的石油价格的走势应该是震荡啊 向下寻底啊 回到这个疫情之前的这个啊 通常的呃 以由于实际的供求所决定的这个大概60美元左右这样一个状态 第三个逻辑呢 是石油和石油股之间的关系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的 呃蓝色呢 是石油价格 白色呢 是啊 石油股的代表X美孚的股价 我们看到他们基本上是同涨同跌的 但是呢 石油股的价格有一个滞后性 为了更好的看清楚这个关系呢 我做了个示意图啊 这个黑色线是石油的价格 然后蓝色线呢 是石油股的股价 啊 当这个石油的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呢 石油公司的盈利能力就在提高 但是它有一定的滞后性 比如说两个季度三个季度才能反映到报表和股价上 我们看最近啊石油和X美孚的走势呢就反映了这个特点 当石油已经从高位啊下跌到现在这个程度的时候呢 X美孚啊后来居上啊现在呢并没有明显的下跌 仍然在高位啊历史最高位的这个区间来徘徊 啊有两种原因啊 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有一定的滞后性 那么下一阶段呢 我理解应该是回归到这个石油价格的这个方向上去 啊所以呢最近啊也有投行啊 我我记得应该是高盛啊修改了这个X美孚的评级啊 开始卖出 呃另外一个原因呢呃就是呃有很多人说的呢 就是巴菲特去买了这个东西方石油 那么也有人解读呢 为什么要买西方石油呢 因为石油公司现在都不愿意啊做新的资本投入 但是呢呃现金流又特别好 所以呢拿回来的现金流呢就都用于分红和回购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实际的收益率啊 在抗衰退的情况下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标的啊 但这个我觉得啊不是那么能够站得住脚 简单来看一下这个X美孚的啊股息率 当它这个价格跌到很低的时候呢 股息率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8%左右 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股息率在8%的时候不去提这个股息率 而是在目前价格非常高的时候呢 股息率现在只有4%不到还不到这个国债收益率的时候 去强调这个股息率呢啊 说到股息率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误区 就是说股息率如果拿到的话一定它是可以填权的 我们知道分红以后它会出权 那么价格必须涨回去这个股息率才有意义 那么在现在这个石油价格呢呃已经从高点回落到一个合理的程度的时候 但是石油股还没有跌 那么石油股 它的股价如果再继续往上涨的话 一方面它的这个股息率会降低 另外一方面呢它没有石油价格的这个长期的支撑 也就是没有业绩的支撑 它相当于是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走 是非常不可靠的 目前呢呃 埃克森美孚的这个呃 这个股价呢在高位啊 应该是已经到头了 它没有任何的理由继续往上涨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去追求不到4%的这个股息率 而面临着长快速下跌啊 如果出现恐慌性的这种衰退出现的时候呢 快速下跌的这个风险实际上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是非常不划算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师包括一些媒体呢 又在强调这个现金流啊 在目前这个抗衰退的情况下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然后包括一些机构在这个股价下跌的时候呢 又啊不断的去购买这个石油股啊 这个涉及到这个分析师和机构之间的这个行为方式 我会专门有一个podcast 结合我自己过去的经历 来聊一下我们如何去看待分析师 他们的分析报告和一些机构的做法 但是从投资角度 我们如果去简单的跟着分析师或者机构的这个脚步走 是非常危险的 好 结合上面的这个逻辑呢 我们这个交易策略就非常清晰了 我们交易策略呢 就是把握好几个关系吧 一个呢 就是石油期货的价格啊 本身它是在波动中寻底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石油股的价格呢 它也是在波动中啊 见顶的一个趋势 那么如果从对冲角度来讲的话 当石油期货的价格在小的波动中啊 比方说这个阶段跌到下面一个下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多石油的这个ETF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石油价格上涨的话 石油股的价格也会上涨 当石油股的价格到了它这个小的波动边缘的上缘的时候呢 我们做空石油股 那么这个石油的这个价格如果继续上涨啊 那么我们可能会出现亏损 但是我们在这个石油价格的这个多头的仓位呢 可以对冲这里面的损失 当这个股票的价格超出了这个波动的区间 在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单方面的 就是不需要这边对冲 也可以再加大这个做空的仓位 那么这个做空的仓位加大以后呢 其实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等待恐慌性的这个衰退 或者是石油价格的快速的下跌 那时候呢石油股的价格也会快速的回归 它本来就是要回归到石油股的这个趋势上嘛 如果没有恐慌的价格 那么它也会因为这个波动中回归的一个趋势 它也会回落下来 那么回落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当这个石油的ETF涨上去以后 我们把它卖掉 那么已经获利了 那么上面的这个空单呢 最后也会回到这个至少回到这个短期的波动的位置上 我们也可以获利 那么那时候呢 因为它这个石油股往下跌 石油也会往下跌啊 一个波动中的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石油的ETF再减回来重新做多 也就是说石油的ETF在低位做多 同时呢石油股的这股票在高位做空 同时再加上一些这个卖出option的一些操作啊 我们其实不仅可以获得啊 你如果是拿这个股息率要3%4%的股息率 其实我们通过卖这个option呢 比方说在上面做空了这个股票 然后呢等它稍微下跌的时候呢 我们在下面卖出put 如果它没有跌下来 那么这个put我们看那个价格实际上也是4%的收益率 大概6个月的时间啊 再结合上这个对冲 我们在反复这个操作过程中呢 跟这个持有现金相比的话 它这个收益率一方面是比较风险非常低的啊 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存在这个捕捉到大的空头行情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第三呢 即使是小的波动中 我们也能拿到比国债收益率更高的年化收益率 同时呢也比通过单纯做多去追求那个分红率更加安全 这也构成了通过能源板块所做的一个衰退交易策略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